果果 看书呢 你这姿势 请享受啊 我们今天不改路了 在成都情留一天 今天打卡成都有名的宽窄巷子 吃点小吃 我今天要吃单单面了 好几天都没吃棉喽 成都这个城市熊猫元素比较多 姑娘车上也是大熊猫 好的 你 你逃的比抱子还快 爸 知道咱俩来个鸡包子上去吧 我 快窄巷子 看起来人特别多 在九月 回忆是思念的愁 深秋 逛了一会儿了 我在这边找吃的了 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吃的呢 都是一些这个 文玩 百件 说草草草草草草草 看到乐山美食小吃即逝了 我们点的菜上来了 这个是肥肠米线 大份的就这么点 幸亏点的是大份 这个是蛋蛋面 然后芙蓉虾 小酥肉 还差两个豆腐脑没上来 这么多 130多块钱 总结了一个经验 就在景区逛逛就行了 得点大份 不然不够吃 虽然量不大 但是味道还挺好吃的 豆腐脑是18亿万 上来吧 有点出故意料 尝尝吧 看味道怎么样 今天这个宽展项 人太多了 人紧人 走路感觉都费劲了 往前挪着走 感觉体验不是很好 我们想吃个熊龙草原了 这里边人这么多 还没地方坐 买你吃饱了吗 没有 吃个白饭 今天我们全家都没吃饱 那个里面太挤了不好够 现在我们去一个不是景区的地方 找个街边小店再吃一顿街 刚刚说在路边找个小饭店吃饭呢 结果一路上也没看到 今天是大年初三 好多小饭店是关门呢 所以我们现在商量了一下 现在往乐山大佛那个方向开 到那估计就吃满饭的时候 100多公里不是很远 然后明天一早 咱们就去乐山大佛 在成都就不多待了 因为感觉市里边人特别多景点 我们刚刚走在高速上 看旁边的山坡上种了好多橘子树 套着袋子 应该是丑橘或者橙子之类的 我们说下来看看有没有采摘 体验一下这边小村庄 我爸妈说他们还没见过橘子树呢 我们现在走在乡间小路上 这采摘园里高速口 六七公里还不远 这边相间小路 屠路比较窄 大佛说太难开了 车机不好开着还很害怕 这个熟了好大一个 从那一头去 大不大个锅 锅包一个尝一下 尝尝那头去 太大了 尝尝尝尾 尝尾 果子长得真好 现在这是味道最好的收入 尝尝这个 好新鲜呀果果 给你们摘什么商场啊 水果店买的要烤得多 嗯 把个味道长香 好 果果亲手采摘的丑橘 摘一爬爬杆了 哎 这个狗园路比较窄 每一次摘完果子就是背出来 嗯 上车车开不进去 感觉还挺辛苦的 果果 妈呢 等着橘子 在农家院子里转一转 哈哈 这边农家小院门口 晒了好多橘子皮 农家收菜 我感觉生活在农村多好 这就是 嗯 乡村的快乐 我们今天 随便摘了点 一下摘了27斤 后备箱没地方了 好多行李 现在全面放点 这几天够吃了 新鲜水果 多吃点 这爬爬杆今天是6块钱一斤 我觉得还挺实惠的 个头也特别大 路上再包点橘子吃 清凉解渴 我们到乐山市了 现在过来吃个晚饭 准备明天一早去看哪个乐山大佛 等会儿吃完饭找个宾馆就休息了 刚才看了一下宾馆 成都那边宾馆价格还挺划算的 没有期间看乐山这边的 乐山这边宾馆比较贵 这边离那个闻门山景点 还有乐山大佛都比较近 所以呢 住的地方还贵一点 对 宾馆都比较贵一点 等会儿好好挑一下酒店 对 我们菜上来了 都饿了 太吃了 妈 饿了吧 赶紧吃 毛血旺 海骨汤 小月爱吃的虎皮尖椒 小炒肉 鱼姜肉丝 现在吃完饭了 我们准备吃了 我们到酒店了 看看我们今天住的环境 今天我们没在乐山市里面住 多开了三十公里 这边价格稍微便宜点 像这个环境这种大小 200多块钱 乐山市里面今天一看 差不多的酒店都六七百 我们不是自驾游泳车吗 比较方便 所以多开了一点路 感觉住这边就是划算多了 省了好多住宿费 我们今天来的是夹江县 离乐山市的那个市区 大概有三十公里左右 明天就去乐山大福 离那个乐山大福也不远 大概也就是三十多公里 看看我爸我妈的房间 我爸妈的房间 跟我们哥就还不一样 他们这边人家带了一个会客的 明天可以在这吃点早饭 喝喝茶